徐州刺史陶谦 跟各郡国的太守国相 联合签署文书 推荐车旗将军朱骏为太师 并用公文通知各州长官 号召共同讨伐李等人 奉迎天子返回洛阳 正在这时 李采用太尉周中尚书贾许的计谋 用皇帝名义征召朱骏入朝 于是朱骏辞谢了陶谦的提议 应召入朝 又被任命为太仆 公孙瓒又派遣军队进攻袁绍 到达龙凑 被袁绍军队击败 公孙瓒于是退回幽州 不敢再出来 扬州刺史辱南人陈温去世 袁绍委派袁怡兼任扬州刺史 袁树派军队击败袁怡 袁怡逃到沛被乱兵杀死 袁树任命下批人陈为扬州刺史 四年 鬼友公元193年 春季正月初一出现日食 十四日大赦天下 曹操驻军真诚 袁树受荆州刺史刘表军队的逼迫 率军移住风秋 黑山军的一支分支部队与南匈奴蝉鱼 于佛罗都归负袁树 曹操击败袁树军队 于是包围风秋 袁树退到湘意 又退到宁陵 曹操在后面追击 接连打败袁树 袁树逃到九江 扬州刺史辰 率军抵御 不许袁树入境 袁树退守阴陵 在淮河以北集结部队 又向寿春进军 臣大为恐惧 逃回下辟 于是袁树占领寿春 自称扬州刺史 兼任徐州伯 李想拉拢袁树作为外援 便任命袁树为左将军 封杨宅侯贾捷 袁绍与公孙赞所委任的 青州刺史田凯 连续作战两年 军队疲惫不堪 粮食全都吃尽 因抢掠百姓 致使田地间 连青草都难以见到 袁绍任命自己的儿子 袁潭为青州刺史 田凯进攻袁潭 未能取胜 正巧朝廷派赵齐 前来调解关东各州军的矛盾 公孙赞于是跟袁绍 结为儿女庆家 各自率兵退回 三月 袁绍驻军 伯洛金 这时 他属下魏军的士兵叛变 与黑山军 余毒等数万人联合 攻占夜城 杀死魏军太守 袁绍率军 回到赤丘 下季 曹操大军 回到定陶 徐州至中 东海人王朗 和别家 狼牙人赵玉 向刺史掏迁建议说 要想求得诸侯的信任和拥护 最好的办法 莫过于尊奉君王 如今 天子流亡在长安 应该派遣使者 前去进宫 陶谦 于是派赵玉作为使节 携带 陈给皇帝的奏章 到达长安 现帝下诏 任命陶谦为徐州牧 加授安东将军 封为丽阳侯 任命赵玉为广宁太守 王朗为快姬太守 当时徐州地区百姓富裕 粮食丰足 各地流民多来投奔 但是陶谦信任坚硬小人 疏远中职之势 司法及政务都管理不善 使得徐州政局也逐渐混乱 许绍避难来到广陵 陶谦对他的礼节和待遇都很厚 许绍对他的门徒说 陶谦外表上追求尊重贤才的名声 但实际上他并不是正人君子 现在待我随后 将来必然会改变 于是他离开徐州 后来陶谦果然大肆逮捕 流亡到徐州的士大夫 人们这才佩服徐少的先见之名 六月 福丰郡下了大冰雹 华山发生山崩 太尉周中被免职 任命太仆朱俊为太尉 主持上述事务 下批人缺轩聚集百姓数千人 自称天子 陶谦激战缺轩 大雨昼夜不停地持续二十多天 淹没了许多百姓的住宅 袁绍率军深入朝歌境内的陆长山 讨伐鱼独 围攻五日 攻破鱼独 斩杀鱼独及其部下万余人 袁绍于是顺山北行 进攻左姿 杖八等乱匪 将乱匪全部斩死 又进击刘石 青牛角 黄龙左孝 郭大贤 李大牧 鱼底根等 又斩杀数万人 乱匪的营寨 全部遭到屠戮 最后 袁绍跟黑山军张燕 以及四营的匈奴图名部落 和燕门的乌环部落 在长山交战 张燕有精兵数万人 战马数千匹 袁绍跟吕布 联合进攻张燕 一连战斗了十多天 张燕军死伤虽多 袁绍军也感到疲惫 于是双方自行撤退 吕布部下的将士 多凶横强暴 袁绍颇为艳恨 吕布于是请求返回洛阳 袁绍用皇帝的名义 任命吕布兼任立校尉 派遣精壮武士 护送吕布 命令他们暗中将他害死 吕布命人在他的帐中谈争 自己悄悄地溜走了 武士们成夜袭击吕布 帐篷和灯被全部破坏 第二天早晨 袁绍得知吕布仍然活着 大为恐惧 下令关闭城门严加防守 吕布率军再度依附张扬 吕布